哈喽大家好 genetic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就出了这个他的qtray的这个 quatering report 呀非常的厉害 上涨的20倍呀 接近20倍 呃 赚的大概是18.2的million 18.3 million 呀 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再看呢 你可以看到 18.3 也比上一个qr2啊 也是上涨了啊 就是 profit margin 呢 接近20多percent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怪不得呢 开市的时候呢 就大涨嘛 看到吧 11点多percent 我这个是leer time的哈 看这2块8毛6 看到吗 leer time的 呃 so KOSC 我有 跟他买这个leer time给他 OK 这样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业绩啊 我们就来做点不同东西 我平时是讲技术面 这个呢 我们就来讲基本面 诶 我们就直接的去看他的quartel report 这个就是他的quartel report 啊 qtrade啊 首先呢 当然业绩是很好啦 来看一下先啊 so 这个nevernal 他的profit 从他哪里来的 profit呢 有没有什么one time 呃 gain啊 这些东西 是没有的哈 所以他的profit是 很厉害的 哎 这个就是了 ok 你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他这个呢 都是他的这个 额 科新的这个 core profit来的 ok 然后比较上一次呢 当然厉害了 你看到吗 这个是上一次 这个是去年同期 就非常厉害 他赚的钱 呃 是没有 啊 profit from operation 看到吗 20 ok 所以是真的是从 Operation那边赚钱来的 不是卖产业 不是卖产业 不是卖产业啊 不是什么 foreign scale exchange claim 那些东西啊 都是从 Operation做生意 赚回来 这个就是叫 这个叫income statement 讲的 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去看一下 他的这个balance sheet ok balance sheet呢 啊 就有点 不是很漂亮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从他一看 我就看这个咯 trade receivable 146M 去年同期呢 是多少 49 啊 这个 就是说 他大概有1.4 146M 的钱 没有要客户抬钱的钱 这个146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的 他已经是算进去这个 revenue income segment里面了啊 但是 我还没有收到钱 我给了4 我交了这个4 但是客户 才没有给我钱 这个是正常啦 因为 呃 都是叫做credit嘛 是不是 credit ok 啊 他做 他做 65个million 146 起码半年 啊 半年以上的这个 额 level new啊 不是profit啊 没有 半年以上差不多等 9个月 的钱 还被签住 呀 但是如果你再去看他这个东西 啊 我真的得讲啊 这有没有看点啊 ok 我们就很简单的 这个 不要看了钱啦 因为最新的嘛 你看他过去啊 过去四个quarter啊 就是20年 这是个quarter 他收到钱 有没有146个million 他赚了11 又也没有146个million 自己算 33 加13 加40 加59 也没有146 我不会算 你自己算 ok 当然你加上这个65的话 肯定有呀 呃 146个million 你减掉这个最新的 你才有多少钱 146-65 他刚才有80吧 这边有 多少钱 你去算算一下 他有多少钱 还没有收回来 ok 而且是 几久 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啦 ok 我们再看飞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trade receivable 的一个概念 呀 他应收账款呢 大概是账 就是他的levenue 大概是两三个quarter的 这个levenue 呀 没有收到钱 ok 不用紧 然后呢 再看他的cash cash cash就是我现在银行里面有钱多少 这个cash 大概是有 十个million啊 反正不错啊 但是对比上一次啊 他本来是有三三一的哦 ok 呃 二十个million 少了 二十个million ok 然后呢 再去看一下他的这个 既然全少了 正好 这东西呢 following ok 现在他欠65个million呢 去上一次他欠大概是9个million 呀也是相差很多啊 这个正常吧 你做生意的话 你做这么大生意的话 你肯定要借钱的嘛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正 你借钱去做生意是很正常东西 重点是你借的钱去买货 你给的客户 钱有没有收回来 这个才是中单问题 这个东西就是要我们考虑的 ok so 债务呢 正增加中 你不用看 但我最我我最有兴趣看的就是 他的这个operating cash flow 是是9个月了哈 9个月啊 9个月啊 ok so 要看什么东西呢 我一看呢 我就看他这个next cash generating from the operating activity 这个是你没有看出他是减啊 减92个million 减啊 然后上个去年同期呢 大概是他有赚钱13 所以你看啊 去年同期啊 他虽然的profit是1.7 1.7啊 但是他收到的钱是13个million 看这边吗 现在啊 他赚的钱是47啊 9个月啊 他呢 cash flow呢 是减92是减92个million啊 减少了92个million 就是说我没有收到钱是92 million 这样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 刚才我们不是讲146吗 这个转回来就是大概是 应收账款是138 就说这些钱我还没有收到吗 但是我已经进了我的这个level 里面呃 profit里面已经入账了 但是我没有收到钱 当然也是有讲说 账期嘛 3个月6个月嘛 这个也是正常啦 我也是没有否认 但是你我觉得他好像很久已经没有收到钱了啊 这个你自己去留意 所以钱没有收到 那怎么办呢 你operation要用钱的嘛 那怎么办呢 你就去借钱咯 是financial activity 所以借多少钱 你就去借了大概是这个72个million 呃 上次呢 是6.5个million 所以借钱比较多 因为你借的钱 来这么多 有什么借这么多钱 主要就是因为我现在要用钱来做 operating嘛 没有钱 呃 肯定要借钱咯 银行是很欢迎的 呀 然后他要跌钱去维持他的indraw that's why他可以借这么多钱 就是这个原因 92million 还没有收到 这个negative cashflow 92million啊 这个要注意啊 ok so cashflow讲完了 balance讲完了 income statement讲完了 但我们就去看 另外一个 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这个啦 Postback 就是未来你做什么东西 未来 如果你去compare他过去一年啊 the quarterly report的Postback啊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兴趣 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他在 呃 去年二零 二一年年头的时候 他的Postback呢 一定有这样东西的 order book order book value 就是说我现在我的order book里面 还有多少钱 就是说我有订单 我还没有交给客户的钱 还有多少啊 有这样的啊 你去看肥是 你去看肥 我这边我就重复 但是这最新的呢 我跟你讲 我有注意他的过去两个quarter 这个quarter 三quarter 已经没有讲order book了啊 没有讲了啊 ok 为什么没有讲 我不知道 可能没有order book 可能他不愿意告诉你 这个也是有可能啊 ok 但是之前就 之前为什么告诉你呢 很高兴的时候 为什么拉些告诉你呢 现在会告诉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要去采 呀 你们自己决定 所以这边呢 有样东西 好消息他讲是好消息来的 他讲 哎 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呢 我跟某件公司呢 就 就 在1月 11号呢 就签了一个MOU啊 ok MOU 呃 呃 备忘录 是签了名 但是完全是没有法律的效率的 ok 哎 记得啊 为什么是MOU 而不是订单啊 这个我不知道 我是跟你讲说 他们签了个MOU 他跟你讲说 他签了个MOU 这个是好消息来的 好消息来的 ok 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 19个MOU 又有MOU 股票肯定上了 这个我不否认了啊 不否认 因为很多人都是看这个东西的嘛 很少人去看里面东西的 呀 这是正常的 所以很多人去追 所以现在股价呢 我又 上了10%了 看到吗 很厉害啊 就很多人冲进去 我认为是很高 ok 他有一样东西呢 如果你有注意了 我跟你讲讲去看 你看这边announcement 他为什么他为什么突然间赚这么多钱 你有没有 之前没有看到吗 是因为他拿到一个订单 啊 这是 BATRIAL的 啊 他就宣布说我拿到多少个订单啊 在啊 到0年 联维的时候就讲了 我就拿到订单 然后大概是大概是每几个月 又讲个announcement 哎我有订单的 哎 ok 记得啊 说他一直有公布 他有订单 直到6月多 我们看announcement 你看啊 你自己看啊 我自己错到啊 他有没有什么叫announcement 讲他拿到订单吗 bonus 移书就有 ok 这bonus 移书呢 是 看爽的 因为真是对你的盈利是没有作用的 呃 好像是送给你啊 bonus 也就是bonus吧 你真的喜欢 但是啊 很多这个 director 又做什么东西啊 EOS 东西 ok 然后呢 啊 这样啊 这个是上一次的quarterly report 10月的 你比10月到今天 没有任何新的定谈啊 ok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下期看咯 下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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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原来里面走出来了 哎 有个others哦 我们进去里面看啊 这个others啊 发生什么事情啊 按它啊 原来这个是share by bag share by bag 没有什么重要的啊 也是可以不用看哈 这是share by bag 所以不重要 不看哈 下面这个order呢 下面这个order呢 再打一次来 这个是要求extend它的timeline 也是不重要啦 so 然后 这边又有出一个新的quarterly report咯 啊 share by bag 然后呢 继续下 我要找出它这个啊 6月17号啊 打开来 啊 看到吧 new order 我有新订单的 他给你讲报 你看到吗 我拿到多少钱的订单 40多个million 他一个quarter大概是做 多少 哎 刚才有讲的 ok 他讲说我拿他拿到48个million的 订单啊 6月19号 ok ok 这是他讲的 so 他讲说 这个订单呢 大概会在3个月到9个月里面 就 用完了啊 ok 这个是6月的哈 3个月到9个月里面用完 什么意思 最后 估计呢 现在是6月到现在1月大概也是有超过 七百个月了没有 啊 已经肯定是超过半年了 啊 这样半年里面 这个49个48个million 已经用了多少钱了 可能就已经用了40个million吧 已经fulfill他这个 他会要交货了吗 订单一定要做东西出来交给人家 让你交出去还没有收到钱 这个我是ok 但是半年没有收到钱哦 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做生意 你 呃 客户半年里面没有交钱给你 你fulfill就送了 你可以吗啊 这个你自己考虑 ok 所以这个是6月多的 用紧 这6月多啊 我们再去看啊 也就有20号那么多元 看下来5月的 哎 你看吧 5月20号时候又有的哦 他拿到41个million 5月有6月有过后呢就没有了 所以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他有他一项都是有order 一定一项都有announcement 我们的3月的时候 3月啊 3月的时候也是有announcement的啊 看吧 59个million 然后 我记得好像是12月 1月 然后3月 5月 6月 都有order 但是他生意这么好就是有他的order吗 但是6月过后有没有 我没有看到有了 可能他没有公布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 我是看announcement的 我只是跟你讲说 这个是不是我看到的东西 当然最后的决定 你们要怎么想 你们去决定 我也不会干涉 我就是跟你讲说 ok我跟你讲说 第一件事情 他生意好像很好 但是他的那个战期呢也是很长 146个million 但是他没有收到钱 没收到钱怎么办呢 他就要去接钱咯 你看到银行接钱cash flow 你看到了 然后呢 他的146个mill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过去 3个quarter的钱都没有收回来 ok 然后呢 他最后 他最后的order是在 6月17号 48个million 他也维持3个月到9个月 过后呢 过后他就没有公布任何的 任何新的order 他只是在这个quarter的时候跟你讲说 哎 我有mou 呀 这个就是他的 这间公司的讲法 啊 我只是跟你 我只是同他公布的数据 文告 英文的转器百话文 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呃 但是要怎么去判断 怎么去分析 这个还是你自己做功课 呀 我只是跟你说他有这些东西 你去想一想下 是不是 还可以去嘴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